各位朋友,我是陳雲 早一陣子,台灣登上了經濟學人Economist 的封面 題目就是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現在實現了 在去年各國受到所謂疫情嚴峻的安排 台灣自己在封關,但不做檢測 如果檢測要自廢,所以檢測就沒有了 自然就會是零確診 台灣好像桃花源,好好地連續八個月 都未出現過一宗社區感染病例 台灣人當然說自己防疫得好 歐洲那邊的G7都說台灣防疫得好 說要介紹他們進入WHO,世界衛生組織 台灣人當然像香港人那樣覺得 我們有防疫,有戴口罩,當然沒有確診 唉,少年,你太年輕了 由去年到今年5月10日,情勢急轉直下 有一個飛行員在執勤,飛去美國之後 就回到台灣,病毒檢測呈現是陽性 之後台灣的疫情好像不知甚麼 一發不可收拾,每日有兩三百個人確診 之後又不知為何會有人按錯鍵 又停電,又隔離,全民強制戴口罩 來得非常突然 難道真的美國來的病毒是特別厲害的? 又是淺作怪咯 沒有疫情,又誰會買美國的疫苗呢? 台灣的疫情爆發之後 台灣駐美國的所謂大市蕭美琴 第一個任務就是黑球美國疫苗 這就是繼打針豬肉之後 對美國的大批採購,完成貿易平衡 因為美國幫台灣買原生片 台灣當然是幫美國買農產品 買疫苗,抵回數 台灣目前已經很快,又有28萬人接種了疫苗 Uncle Sam,山姆大叔都禁不住說一句真乖 台灣抗疫的暴行真是人神共憤 大家看看台灣漫畫家雀雀 他貼出了呼籲人戴口罩的漫畫 用電槍來指著,來虐待 企圖是一些不戴口罩的老人家 明明中外的醫學報告都證明了 口罩是無助防疫的嘛 你戴是你自己的事,你為何逼人戴呢? 還有,在侮辱神明方面 中華民國的基督教總統一向都是不為餘力的 台灣的台北市已經有一些公務 是不准拜祭那些孝子賢孫燒香的了 又不准燒衣子,有些寺廟的直情是不准燒香的 在這種反華傳統宗教的影響之下 政府一宣佈所謂疫情到來 民間有很多人在說 疫情當然是因為天后廟巡遊 人們散播開去 接著又要人們小心不要去廟 不要去參加崇拜 民間有很多漫畫家在諷刺 連四面神和觀世音菩薩都拿來玩 又說四面神都不知嘟哪邊的額頭測體溫 另外觀世音菩薩拿一隻手量體溫 一千隻手不知何時量得完 這些搞笑事是不可以拿神明來玩的 在這些漫畫,在這些所謂社會總動員 就知道這個民主社會的真相是甚麼呢? 就是沒有品德 沒有品德的人自然就按住了腦子 不懂想事情,只想了些壞事 自然就會沒有智慧 所以無德者無知 台灣並非一個理性社會 這個大家知道的 不過還未覺得它這麼瘋 香港這邊有安心出品馬 台灣居然唐鳳稱之為IT 或者IQ很高的IT達人 居然三天之內開通了簡訊實聯制 不用怎樣拿你的訊息 就馬上拿到你的東西 行蹤就跟蹤了 政府監控人民無恐不入 因為你拿到這些東西 以後要它停止 或者要它消毀這些數據 我看是做不到的 在口罩令之下 台灣有一些地盤大佬 地盤工作的人 大熱天時在樹蔭下面吃個飯盒 因為沒有戴口罩 就被警察罰款三千元台幣 幾天的工資不見了 台灣禁止五個人以上集會 於是有五個人晚上十點 走到阿里山那裡洗茶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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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被山林裡的監控鏡頭拍下 又要開罰錢 這些就回到蔣宗正、蔣介石總統的年代 到處都有人監察、有人舉報 不過掌公有報證 但掌公都講科學 有看十萬個為什麽 在高山這些空曠 狂風煞煞的環境 怎會有呼吸傳染呢? 他們走去躲避城市瘟疫 走去高山 不是很對嗎? 小學 當然也有聽過 從陽節登高被瘟疫 蔡英文小姐有沒有常識呢? 這位大小姐自亂陣腳 要削弱台灣的經濟和民生 防疫狂飆是否要去到共產黨攻台才行呢? 聽我說一下,停手吧 其實台灣的阿公阿婆 農夫農婦一直都在抵抗口罩令 被政府人員亂開罰單 我一直都很尊重這些純樸的老百姓 在台南高雄市 一個女人晚上在河邊的公園散步 被猜疫發現,說沒有戴口罩 女人就拒絕出事身份證 那位警察馬上拿出小電腦 用人面辨識開口罩的罰單 台灣的翻譯,台灣的猜疫 其實進步於共產中國 極權科技濫用 台灣比共產黨更厲害 在我們香港,雖然警察是壞 但如果不想出事身份證 他不會用人面辨識去查 他會告你阻差辦公 搭你回警罰,以後慢慢等你出事 看了台灣這種狀態 這麼高效率去行極權 大家是否很想移民去台灣呢? 香港的黃絲就是了 快點移民過去,大家是團聚 黃絲移民過去的KOL 大家都在台灣出文,呼籲團結抗疫 大家知道團結兩個字是共產黨用的 工人鬥爭用的 現在看到團結兩個字 出來就知道是復野 黃絲大家快點去台灣 一家親,死了一堆 我看到黃秋生和杜汶澤 台灣的鐵文表現都相當欣慰 幸好心慶得人,台灣收留了他們 不過這兩個人都將香港人的面目 在台灣定性,以為支持政府 盲目防疫這些人 香港這個地方是不幸的 出了很多這些人 所以我們的惡運是有原因的 香港人在防疫其實是作業 而稱為類賣外國人 所謂雙重作業 連累打工的人嚇死異鄉 一個印尼女傭打了復必泰疫苗之後 回家昏迷死了 還有24歲的斯里蘭卡女傭 亦打了復必泰疫苗之後 回家昏迷至今的危殆,生死未卜 政府在我小弟陳雲的勸告之後 已經放棄了強制打針 不逼外傭打針 究竟是誰逼外傭打針呢? 這個大家知道 前幾天,台灣5天內停電兩次 由南到北,幾百萬戶都是限制供電 我看其實是戰爭演習來的 不過,蔡總統動員了舉國體制 來測試防疫的號召能力 我懷疑她是有發動網軍來號召動員 因為那些網上的呼籲是步調一致的 跟台灣一貫那種多元、散漫的作風 是截然不同 亦跟民間很多人抵抗 很多人不戴口罩,跟店員爭吵 那種作風是不同的 而且政府仍是火速地立法 禁止了所謂散播不實的疫情訊息 要罰錢或坐牢 是企圖消滅一些反抗政府抗疫的意見表達 蔡總統還在這段期間巡視國防部 表示這個時間,國軍 即國民政府軍隊各單位要配合防疫的戰備 除了堅守崗位提供支援 有國軍還是令大家很安心地說我 國防部發言人的面書立刻上傳了 《攜守戰役,台灣會贏》的短片 強調國軍和國民共同攜守 打一場充滿考驗的戰役 戰爭的戰,疫情的疫 這是戰時動員令的測試 是預備共產黨攻台用的 但是蔡英文為何不告訴人民呢? 民主政府最基本的就是人民的知情權 為何不尊重呢? 是否怕人知道之後驚怕、起控呢? 蔡小姐不是民選的嗎? 蔡介石老實很多 講到明,我正在走的堪圓動亂 反抗共匪,統一中國 疫情雖然病毒一直在變種 感冒病毒一直在變種 會一直到明年3月完成兩年的經濟衰退 才會停止 為何會這樣呢? 難道是我和病毒有一個約定? 是真的 因為通行的經濟學定義 是要兩年或以上的全年GDP下跌 才是經濟大蕭條的定義 Economic Depression 因為台灣在第一年自己辦事 沒有檢測,當作沒有疫情 沒有盡力 於是要擠壓在九個月裡面 即是現在到明年3月左右 是要完成任務 兩年的事九個月做完 好像暑假之前一晚才做暑期作業的小學生 那樣 趕到流鼻血 看來台灣的疫情在九個月裡面 要推出這麼多東西 比起原晶片那種納米升級 更為鬼哭神豪 辛苦了,各位台灣朋友 不過我相信台灣政府的暴政是有辦法的 還有他們號召的KOL是有辦法逼人變蠢的 所以台灣要加油了 要完成摧殘內部消費和中小企 搞到夜市沒有了,工人找不到其他的收入 人工降下台幣又因為衰退而貶值 那些東西容易賣出去 全民打了針後 一般令人看藥多病,記憶衰退 以及在藥乾程度是不育的 如果不是這樣,如何幫助深層國家 推動Agenda 21和Great Reset 那些人變蠢的企業和政府 如何推出人工智能 用AI來指揮和統治你們呢 當然要先讓你們變蠢 民主社會靠他們是服從 團結,個別人的聰明是沒什麼用的 民主政客在地上撿到槍 這個叫防疫的槍 於是大張旗鼓 那些外護政府的所謂民主人民 亦跟著政府的槍在起控 大家看到他們有多麼丟臉和慚愧 國際社會下令 台灣恐怕還有九個月玩抗疫 一玩,而且還玩到這麼大,鬼哭神號 台灣和香港年輕一代 對於自由和人權的理解是很膚淺的 只是支持政府在押制和約束人民 民主的真剔是什麼? 是人民用憲法和人權法案來約束政府和 壓制政府的權力 這些民主社會人居然是不知道的 原因是什麼?是因為他們很早脫離家庭 扔到幼兒院中小學那裡 他們是政府教養大大的野孩子 他們沒有家教,沒有傳統社會禮教和傳統宗教的教育 在歐洲國家還有些人反抗 大家看看英國 5月15日,英國有1萬人反抗防疫示威 之前在荷蘭、德國、瑞士都有 這次在英國,而且規模都頗大 他們在倫敦和曼徹斯特市中心舉行集會 倫敦的遊行路線還經過BBC 警方在門口當然是架設鐵馬 示威者大叫Freedom Shame on BBC 原因就是說 你這個新聞社居然要警察來保護 你是不是地普些? 新聞社不是在攻擊政府,要人民支持嗎? 所以我說,亦是結法信總統說的 民主是必須有恆久的警惕 如果民主沒有了警惕,沒有了人民的監察 它的災難甚至於王朝統治 或者共產黨的極權統治 大家看到台灣和新加坡這些防疫的架勢 是不是真的準備有一半人民中瘟疫而過世呢? 可惜,其實是不會的 人類不會再有這些瘟疫的行運 因為瘟疫之後,田地房產留在這裡 但是人死一半左右 歐洲在黑暗時期,中世紀是死了三分一人口 當時之後留下很多樓房地產 很多工商業,沒有人做 人死了,但是資源和技術還是放在這裡 非常充沛 這種生活,其實窮人是沒辦法得到的了 你做夢也不會給你這種瘟疫 因為瘟疫死了很多人之後 勞動力很值錢,政府很疼人 之後有文藝復興 讓你拜神,讓你拿古典來玩 只不過是不會有這些的了 你很討厭的上司 很討厭那些經常督眼督鼻的政客、鄰居、同事 在這次防疫,他們都是督眼督鼻 但他們是不會因為中瘟疫,然後不見了 他們還在這裡,左手左腳,還未躺進棺材 我在2019年的時候已經斷言過了 不是瘟疫危險,瘟疫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在二次大戰之後,公共衛生改善了很多 之後其實是很少機會出現瘟疫的了 衛生改善不是因為政府搞什麼 而是因為城市規劃有了下水道,以及發明了蕃茄 用蕃茄洗水和洗手,沖走了之後 以及洗澡,沖走之後 吐痰、朗口的東西,吐了下洗手盆 進了下水道之後,沖走了 就沒有機會交叉感染,之後很少瘟疫發生了 這些是公共衛生的常識 我以前在大學一連班,聽醫學院說的 但為何他們現在變成這樣呢? 這是一個謎來的 雙風錦是拿不到你命的 不過你趁著雙風錦霧,政客威脅你 要你防疫,要你不准開工 不准擺地攤,餐廳不准開門做生意 或者是坐桌也要坐到要奪卡,又要打針 之後就是交好重稅,因為經濟衰退 交重稅,這些就是民主的傲義 你不懂嗎?不懂就無所謂 不懂就戴口罩 搞到自己迷迷懵懵懵 正常的民主我們稱為公民抗命 台灣聽到的居然是公民服從 民主是質疑國家的 為何台灣或新加坡或許多地方 特別是現在 美國有一部份的人 是愛護國家和支持國家都有 台灣那邊我看 你現在這麼支持防疫 四周要限制人家的自由和營業 你當年反掌公反甚麼呢?反來做甚麼呢? 大家看了我寫的鐵文或我現在說話 是不是很難頂?其實我沒事的 我只不過讀了尼采 德國的哲學家尼采 很多台灣人很多文青都讀 不過文青就是這樣 很好學 不過是沒甚麼讀過書 大家看台灣新聞或網絡的東西 就看到其實都有人反抗 但為何反抗的是大媽 台南的大叔大姐 叫人戴口罩那些是年青人知識分子呢? 我們這個民主和多元化意見的政府 居然是令到年青人相信政府都有的 大家看看 譬如說跟著短片CAP的圖 看到一個差異和一個台灣大媽的對答 看到一個台灣大媽居然是懂得說 好像我教那樣 說你沒有病戴口罩 沒有病戴口罩就是誣滅國家 搞得我們好像逆國那樣 經濟衰退 那警察就說 咦?大姐,你是不是馬哥哥的支持者? 大姐說 不是呀,我不是馬哥哥 或者是蔡姐姐的支持者 我只是直心而說 你可以看到 民間上一代的人其實是有理性 也知道政府在玩東西 也知道是抵抗的 因為那個大姐說 她除了坐公車 即是坐巴士 被迫要戴口罩之外 平時她是不戴的 那警察跟她搏一搏之後 也有些是不太好意思的 大家看到那個大媽的說法 還有那些年輕人在勸人 在逼人戴口罩,在檢舉 甚至在網上說 如果開罰單的話 有一部分是被檢舉的人 被1%、10% 很多人舉報 就可以抓很多戴口罩 不戴口罩的人 這便可以看到教育的失敗 原來民主社會只要換上一個 言語溫文的總統 加上一些很好玩的漫畫 和一些很感性的呼籲 就可以支配人民和奴役百姓 看來共產中國 就不要經常說武力攻台了 又應該文化上向台灣學習 如何進行法西斯統治